焦点AP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国布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焦点APP 今天我们节目要告诉你的是台北市有新的地标 如果你去逆了101去逆了故宫 或是坐逆了雪拼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满足你追求刺激的想望 那就是即将在16号正式营运的儿童新乐园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特别邀请到 已经亲自走访这个乐园的亲子天下召集人 苏戴伦来带我们一探究竟 教教我们如何能在这个儿童新乐园里面 玩得尽兴的叫战守则 戴伦你好 郭华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戴伦顾名思义 这个儿童新乐园是个新乐园吗 对 所以他已经有个旧乐园对不对 有啊 这个旧的地方就是在大家很熟悉 那个儿童娱乐中心嘛 在那个圆山的旁边那边 有一个就是旧的儿童娱乐中心 大家应该就是应该是那种五六年级的 那个童年最美丽的回忆这样子 是不瞒您说这个以前我常常进出 进出那里啊 他现在就是应该是营运到今年底啦 然后其实最近好像也都就是 好像可以免费的去参观 那新的这个地方地点呢 叫儿童新乐园呢 他的地点其实是在那个士林的台湾科教馆旁边 对 在成德路五段的地 是 对 那个地方战地大概有多大呢 那边啦 其实战地有五公顷 那其实旧的 旧的那个儿育中心 大家其实印象当中觉得说 哎 他游乐设施好像不多 可是他其实是在一个山坡地上 所以他连那个昨日世界那些 加起来是有九公顷这么多 啊 旧的有这么大吗 旧的其实有九公顷 可是他很多都是山坡地 我们不可能去玩 对 那新的这五公顷就是非常扎实 就是你都可以去玩 都集中在某些地方 所以你也不用这样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子 然后他的大小 我觉得是相当适中 因为通常家长 如果你带小朋友去 一定会就是发生 就是小孩子走不动啦 或者是太远了 那个困扰 常常有看到小孩子坐到地上 不敢走 那我觉得新的这个一个好处 就是他就是学龄前的小孩 他都能够走完 基本上都可以走完 所以他不大也不小 然后就是我觉得还蛮体贴 蛮方便大人的 而且他那个地方刚好就在河旁边 那其实有些这个设施玩起来 应该是蛮刺激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你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地点嘛 对不对 还有这个面积大小 我们来看看 他那个游乐设施 好像也比以前的这个游乐园多很多 对比以前的那个旧的儿育中心要多了六项 他总共有13项的付费游乐设施 对付费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付费 他贵不贵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很重视这个 其实他跟旧的其实一样 就是每一个设施大概玩20元到30元左右 对 所以他总共有几项呢 总共13项 所以就用最高的价格 如果20到30 如果用30块来讲是300 我们要390块钱才能玩玩哦 我已经算过了 就是全票 因为他有一些20块 有些30块 我已经帮大家算过了 加上门票30元 你如果1到13项全部都要玩的话 一个大人去的话是要340块 对 但是小孩去不太可能全部玩玩啦 因为比如说你 你带一个假设小学 二年级的小朋友一起去好了 那小学二年级他可能 他身高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13项都玩 因为他有一个身高的限制 那有没有体重限制 这是我比较关心的 是没有 真的吗 只有143项都能玩吗 你140公分以上就可以 这样子全部都玩 所以我看这个脸书上面 有人这个传谣言说 有体重限制是骗人的 骗人的 好那太高兴了 那我应该也可以去玩 没问题没问题 那所以呢 OK 所以这个价格大概是落在 300多块钱嘛 如果小朋友的话 更便宜了 对而且他还有免费的 我觉得要介绍一下 免费的 怎么用后康 因为以前那个 儿育中心的免费 就是有点 有点像公园里的设施 那样子 那他这里 他有免费的那个室内的球池 还有室内的那个溜滑梯 这都免费 然后也有户外也有很大型的那溜滑梯 还有小朋友最爱的那个沙坑 是 对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其实有一些 以前我们会担心说 他带太小的小孩去 他什么都不能玩 你会觉得好像浪费钱 那其实不会 因为进去的话 门票六岁以下 其实都是免票 然后那个比较小一点的 譬如说你可能幼稚园小班 或是抱在手上那些宝费 你还是可以让他玩玩沙 或是两岁的小朋友去 求持玩都可以 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比较贴心的地方 我很好奇啦 因为台北人 不要说台北人 如果这个一开幕 我看 看连南部的 或者是其他地区的人 都会像吸票机一样 把他吸过来 那他有算过他的容量 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其实他们会 就是室外的场地 他比较没有去控制那个容量 但是他的排队动线 有设计的很好 就是像我们去排游乐园 他都会告诉你 你排到这里还要20分钟 还有半个钟头 或是还要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判断说 你到底还要不要再玩这样子 不会要排一个小时 听起来好恐怖 我觉得开幕以后非常有可能 哇13 你总不是要排13个小时 对因为你在台北市 然后又可以搭捷运 就能到的地方 真的很少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很热门 然后室内球池部分 它是场次 就是每一个整点 还有现场次 有现人 所以就不会说 我在那边待 可能待一两个小时 没有这样的事情 对就比如说 你9点进去的话 你就50个人满了 他就不会再放人进去 然后到9点50 就出来清场 就换下一个梯次 10点钟再进去 再放50个人进去 不过我想这个 因为是小朋友的设施 是是是 很多人可能会 这个关注的是安全 他们的安全 做得如何呢 是其实根据我亲自去玩 我觉得这些安全 都还蛮做得蛮好 主要是因为它 在那个就是 一入口的地方呢 它其实就设了 一个身高的两尺 是 所以它其实 有时候我们 以前去一个陌设 你刚刚去一个 新的游乐设施 你不知道 这个到底几公分可以玩 可能排半天 排到门口 才看到那个身高尺 跟你说 这个90公分以下 不能玩 好白排了 对所以它一入口 在入园 就是你在买门票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有设 这个身高两尺 然后分别是 譬如说100公分以下 你可以玩几项 一到三项 至少100公分以下的 那个大人陪 你就可以玩一到三项 譬如说像摩天轮 像那个音乐马车 就旋转木马 那好玩 对那一种的 碰碰车 碰碰车可能还不行 就是有三项 是100公分以下 大人陪同就可以玩 然后100到120 又可以玩多少 然后完了以后 他们你两万以后 原方就帮你盖一个这个章 就告诉你 你是小朋友 你编号是一到几可以玩 那小朋友自己看手上的章 你就知道 哦我是 我要去找几号几号可以玩 对那这样 其实就有一个 身高的一个保障了 对 哇听起来真的很不赖 是是是 好啦那我们要进入重头戏了 刚刚讲说 这个比原来的游乐设施 比原来这个旧乐园 还要多吗 对不对 这个到底是多了什么项目 好我要推荐一下 必玩的对必玩的要玩 要推荐一下 Masker Prey 我觉得那个摩天轮一定要去做啦 真的吗 而且他白天跟晚上做 真的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你说晚上 哇这个太棒了 因为我记得以前旧乐园 我去的时候没有晚上这件事情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点 他们新乐园 他有夜间开放 就是每个礼拜六 还有寒暑假的时间 他是开到晚上八点钟 对那他礼拜一休館 那平常的话就是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钟 对那所以礼拜六跟寒暑假是有延长的 所以只有礼拜六 对 就是一般时间的话 是礼拜六可以有这个星光乐园 对 然后寒暑假的话 也是几乎是每天都就是到晚上八点 就除了这个星期一休館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个摩天轮就是 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制高点 所以你其实坐上去可以看到 白天的话就看到那个河景 就是外双溪跟基隆河那个 对 然后因为他旁边就是河滨 然后还可以骑脚踏车啊什么的 非常的美 你这个有去住过美丽华的摩天轮吗 有美丽华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感受啦 是 对那因为这边只要 他比较没有弄气 美丽华我记得要两三百 这边只要三十块可以有 差太多了CP值太高了 对 然后夜间的话 你当然就是在那个摩天轮上 你就可以看到乐园里面的夜景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我听到有人形容他像珠宝盒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摩天轮一定要去坐 而且那个一百公分以下都可以坐啊 然后坐连轮椅的朋友都可以坐 真的啊 对他轮椅可以推上去 哇 这个所以太friendly了 是 OK 所以摩天轮是一定要搭到各位听众朋友 对 好 还有呢 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很喜欢是那个 我记得以前在儿育中心最喜欢玩那个辐射飞椅啊 那个太恐怖了 我做过 那个哪有恐怖 那个好好玩哦 好像被甩出去的感觉 那这个是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去 那他这个呢 一百公分到一百二十公分就可以坐了 一百公分的就可以了 对 要买一百公分 然后对 就可以就可以达成这个辐射飞椅 他新的设施叫做宇宙回旋 哦 对 这个名字更好听了 对 而且他设计是那个太阳系的星球 所以他照片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 因为他每一个座椅都是一颗行星 是 对 然后整个开始运转之后 你就看到哇 他真的好像是那个行星啊 在运在随着这个太阳系在太阳在 我记得我以前去做的时候 他那个还会上下高低这样起伏 现在还是会这样吗 没有没有 他那种就是有像链子一样 把你就是离心力的 是 他那个就是他会上下这样子 甩出去的时候就会高高低低这样子 呃 就是按照离心力 他会就是对 一样的 哇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看看哦 这个我觉得蛮推荐的 是 还有呢 还有啊 还有就是看大家个人喜好 因为其实基本上他是适合12岁以下的小孩子玩的 所以就是可能像他们也有做这种儿童版的云霄飞车 还有像儿童版的这个自由落体 因为通常自由落体在很多游乐设施都是大人才能玩 太刺激 是 还有那种海盗船也是儿童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所以你刚刚讲说那个自由落体吗 对 那个大概多高的高度呢 他其实并不高耶 他会他会比一般正常我们去看那个就是像 什么六福村的那一种 对他会再矮一点 然后还有那个像海盗船也是很恐怖啊 但这边都儿童版 所以不敢玩的大人都可以去试试看 所以就是有进阶啊 这个是初阶版就是了 对 如果你这边敢玩的话 你可以去其他的儿童乐园再去试试看 没错没错对 OK 所以这几项就是必一定要去玩的 是 一定要去尝试的 还蛮推荐的 哇 所以这个大家拭目以待 因为16号就要这个开始了 对 OK 所以这个是器材方面嘛 对 刚刚也提到了门票 对 不过呢 我刚刚提到 其实他的整个设计非常的有趣啊 是 我们从如果从这个摩天轮上面往下面看啊 对 他是像珠宝盒一样的夜间 夜间 对 能帮我们讲一下 他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他理念到底是什么样的 OK 他其实整个概念啊 他里面真的设计非常色彩缤纷 然后概念是一个藏宝箱的概念 是 就是其实他里面有很多宝物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去寻找 比如说他有三个大的地标 他就是叫做光之戒 戒指的戒 然后心之环 就是像那个手环的环 龙之珠 有三大宝藏 是 他其实就是大概园区三区的一个地标 他就是一个不同的公共的造景 对 这是他们设计的概念 然后他还有那个小小的台北寻宝队员 就是一个很可爱橘色的小机器人 这种造型 那他也是隐藏在各个角落 所以小朋友去的话 一定要去找找看 总共有八个队员 OK 对你要把你的队员找到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一定要问一件 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事情 因为以前花博 一开幕的时候 人很多嘛 对不对 大家就想到 那吃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厕所的问题 是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 如果以这个实际使用者的状况来看 有 我觉得他这个都很方便 因为他有在那个 小朋友上厕所很麻烦 他有设计亲子厕所 对 而且他亲子厕所就是 一般我觉得我每次去 我一定会去看这个地方 亲子厕所是不是在外面 因为有些你如果设在女厕里面的话 是 那爸爸带小孩去怎么上厕所 就不方便 对 所以他一定都是设在这个外面 就是男生厕所跟女生厕所中间 有亲子厕所 然后当然还有哺乳室 那他哺乳室很贴心 因为他有冰箱 然后有热水 就是你要帮小朋友洗屁屁 这种温水他都有 那冰箱的话 就是如果妈妈在那边 就是有母奶的话 他可以暂时冰在里面 是 对 所以非常方便 还可以借这个婴儿推车 跟轮椅都免费借的 哇 难怪我听说 他还没有开幕 就已经 这个已经亏损九千万了 是投资的成本吧 我看那个市议员在质询的时候 那个稿子就说 还没开幕就九千万了 还要求他们这个提出说明 据说是花了十七亿盖的这样子 哇 所以这个真的可以要拭目以待了 这个 是 不要再去101了 这边还有 还有美食街 还有美食街 吃饭嘛 吃饭这件事情 有有有 还有室内的美食街 然后座位数非常的多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怕大家反正都坐在路边 坐到路边吃7-11 路边也有啊 野餐啊 是是是 不过因为这个你刚刚讲到嘛 寒假它几乎就是每天都开哦 而且寒假的时候 寒暑假 寒暑假的时候应该就是 对到八点还有星光 那我觉得我一定要问一件事情就是 它除了这些游乐设施 它有没有安排一些特别活动呢 开幕之后 有没有邀请一些什么表演团体啦 或怎么样 是是是 它每天的假日 每逢假日 应该是星期天的时候 在那个 它们有一个开放的像剧场空间那样 它是邀请如果 儿童剧团对 那小朋友都疯掉了 对上午跟下午都有免费的表演 那可能之后还会 他们呃 原方是说还会规划一些付费的演出 但是他们都会采取比较平价的精神 以及这是市民的设施 OK 对 然后所有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悠游卡付费 我觉得这是很方便的一件事 小朋友 对 就是大人 就带着悠游卡去就是了 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儿育中心 记不记得你要买那个点数券 对那个票 对就是一个20元 20元 然后你就有时候你就不知道说要到底要买几张 用不完怎么办这样子 所以它那边既然就新的就非常方便 而且其实你一定要用悠游卡 是 对就是进去 比如说20块就前面刷一次 那你如果一批 比如说我们全家五个人 四个人 你就可以连续刷 刷五次 就用同一张卡扣都可以了 所以你找一张卡 全家人都可以 没错 你要说集权生电子 我觉得真的很方便 OK 好那刚刚提到就是说看这个表演吗 当然是不是有安排一些这个静态的规划的这个展览呢 也有吗 静态展览其实主要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它的公共艺术 它真的做的都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童趣 对啊然后像一进门的左手边就有两只很长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一直都猜那是蛇吗还是毛毛虫 结果都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很可爱 对在楼梯的两侧 在门口就几成一团 大家通通要拍照 它每一个地方都让你好想拍照 你都好可爱哦 哇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啦 要亲自去走一趟啦 没错 那就可以体会到更多 是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它这个地点是在这边不是这个乱找的哦 是 因为它是要结合附近的一些景点嘛 对不对 对 因为它现在这个新的地方啊 它其实它的大门入口就在那个科教馆旁边 然后科教馆对面又有那个天文馆 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 所以其实这三个地方非常的近 然后呃都是可以假日的话 你全家出动就可以玩一次玩这这边这三个景点 哇太赞了 然后它这边呃可以讲一下就是譬如说它的交通啦 是 它呃在 这个很重要 对 可以在建坛站或者是呃士林站呃可以搭接驳车 免费接驳车到这个儿童新乐园 是免费的接驳车 免费对它是配合它的营运时间 所以比如说它礼拜一休员它就没有开 那个接驳车就没有开 可是这样还蛮方便 然后它儿童新乐园它下面有呃呃呃六百六百个机车的停车位 还有四百个呃呃汽车停车位 所以它也想到这些东西了 对然后还可以骑脚踏车去 因为离河边很近嘛 所以它你可以骑脚踏车在河边骑脚踏车然后停在呃呃周边都有脚踏车停车位 哇所以U-bike在那边应该也附 哈哈哈 也可以从那边一直骑自己 哇 可以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哦 那它也结合了附近的其他的景点 哇所以呢这个开幕时间是十六号嘛 对十二月十六号 对大家拭目以待哦 这个如果呢来台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很棒的景点 对然后呢是非常难得 对啊 尤其十六号的时候你只要一张悠悠卡 全压大小通通能够使用 我相信这个到时候连这个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也可能会上来 想要这个 一定一定 亲自走一趟啊 来玩一玩 而且CP值这么高 对 这跟其他的这个游乐园比较起来至少便宜了一半以上 是啊虽然是呃 你说三百多两三百多块钱 我觉得算起来还是非常的便宜 而且真的是台北市捷运可以到的地方 因为如果我们要去玩一些主题乐园 都要花舟车劳顿到一些蛮远的地方去 好最后 嗯 交代守则最重要的一点 有没有什么我们特别漏掉还没有注意到的 还没有 还没有注意到的吗 我觉得就是去之前的话真的要准备好悠悠卡 因为比如说如果是呃呃呃 从外地来的或者是呃国外来的游客啊 他可能就是还还不这么熟悉 可能用现金付款 所以去之前请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悠悠卡 因为他管里面的设施就一定要使用 不能现金去买 是不能现金买的 对就是单单独的邮据 对 嗯 但是它悠悠卡就是说 如果我那个储职的金额不够 它当场就可以 它那里面有 它原里面有很多那个储职机 OK 加职机 所以就是就没有问题 只要一张悠悠卡 它商店也都可以用悠悠卡付钱 OK 所以呢悠悠卡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那边一定要有悠悠卡 就是提供给你的 最棒的一个资讯的参考 所以12月16号之后呢 您就可以在台北 找到这样一个新地标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戴伦 给带给我们这个全攻略 儿童新乐园的全攻略 希望大家 对希望大家 有机会来到台北的时候呢 千万来这边走一趟 但是时间要选对 否则的话人真的会 恐怕会很多 今天就谢谢戴伦 谢谢郭花